农业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原因之一 占整体排放量的15% 其中超过一半来自畜牧业 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吃肉 一项统计显示 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肉品高达了77公斤 是全亚洲吃的最多的 而其中有40公斤都是猪肉 这个数字也提供警示 代表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肉 已经超过所需数量的3到7倍 畜牧业会造成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牛蒂大学也发现 吃很多肉的人 每天会造成7.2公斤的碳排放 相反的 素食者的碳排放量只有3.8公斤 也因此 畜牧业利用生态养殖 降低对环境伤害 变成重要课题 接下来带你看的是 台湾养猪业者 怎么利用活菌饲料 增强小猪的抵抗力 小猪全都挤在猪妈妈的身边 抢着喝奶 过一阵子就要移到另外一个房间 开始过团体生活 这些小猪健康的秘密 就在记者手中的活菌饲料 透过吃这些益生菌能够帮助撒话 才能让他们头好壮壮 特殊配方的饲料除了加了活菌 里面还有备长炭以及海藻 增加抵抗力 小猪不生病就不需用药 自然不用担心会吃下抗生素 2.5公斤的饲料 可以养出1公斤的肉 换肉率比吃一般饲料 还多出25% 因此30间合作的猪场 都使用活菌饲料 这里是台湾电载龙头的 弃作猪场 早在好几年前 就导入产销履历的观念 幕后推手是董事长陈国迅 必须要从这个饲料 到这个养猪场 到这个屠宰场 所以源头来管控 所以这样才有办法 源头把关 每天早上7点 就会进行人道电载 猪支透过输送带 机器会按照重量释放电力 在落下的同时 就会被电荤才宰杀 比起人工电运机容易失准 让猪支紧张 人道电载机虽然价格较高 却更有效率 一天就可以屠宰500头以上 让那猪的很紧张 情况下把它杀下去 这个猪肉这个PA几次 它会辣高 所以就会影响到 这个猪肉的品质 不管是大分切还是小分切 员工每个人的手上 都有铁手套 避免刺割伤 分切必须在15度以下的环境作业 严格遵守CAS ISO HA CCP等认证规范 经过急速冷冻保鲜之后 再出货 刚做好的控丸 小香肠等 要出货到学校福利社 因为厂区里有身熟食区 为了不交叉感染 设计上也花了一番苦心 每年的走路 这个道路也都要分开 这个厂区也都是分开的 包括我们那个工作的连年 连那个吃饭 都连餐厅也都要分开的 台湾人爱吃猪肉 一年大约消耗30万头猪 平均每人每年吃35公斤 的猪肉 但对岸的猪肉量更惊人 平均一年要消耗6亿5000万头猪 不只大厂一条龙管理 还有许多人也为了吃好猪肉做努力 一靠近猪来 小猪就会靠过来很好奇的样子 跟人非常的亲近 因为他们都是用人道管理 唯有养出快乐的猪 才有好吃的猪肉 你可以看到他们都冲过来 这跟我们平常的 像我们的饲养人员 有没有对他们好 那如果对他们不好 他们其实不会很容易靠过来 他们很害怕你 穿着工作服的吴继恒 有个鼎鼎大名的弟弟吴继刚 不同于弟弟走时尚产业 他则一头栽进畜牧业 每天都跟动物为伍 时岸奉暴兴起 他希望能透过产销履历 把每一个细节都抓在手里 是最笨的方法 但可能也是最确实的方法 就是为了要吃一块好的猪肉 就要去养一只好的猪 除了自己投资猪厂 在云林还盖了一间猪肉 分切观光工厂 三千平大的文创馆 首创透明玻璃天花板 民众可以直接看到分切过程 出工事 换装仔细洗手 再把身上的灰尘吹掉 进入分切厂里面 连地板都大有学问 我们这里面不只是人员 还有车子会经过载货 所以它的压力要一定的承载量 或者是温度的变化的时候 它要可以耐得住这个变化 所以才有办法抗菌 德国来的地板特殊涂漆 一瓶至少八千元 再进入分切室 干净的像科技产品的产线 分切好后 连包装也特别用心 先压真空再贴上标签 上面清楚载明 虚母厂分切厂等资讯 让消费者可以更安心 要出货前 还要再经过另一道程序 就算人过海关要经过安检 猪肉送到消费者手上 也要经过安检 透过这台金属检测机 就能知道猪肉里面 有没有残余的金属碎片 确保安全 虽然目前出货量还不大 但陆续已经有不少人 来洽谈合作 其中的关键则是 本业饲料营养品 准备出货的饲料贴上标签 这套系统十年前从英国引进 可以减少错误率 同时还能追溯到源头成分 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在我每一包原料进来的时候 我每一包原料上面 我都会上一张标帖 那这个标帖的话 它就可以在我后面的 制程中间来讲 它可以去做一个追踪跟追溯 就等于是这包原料的身份证 吴景航认为 产销履历的观念正在起飞 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准控制 更希望政府可以帮忙推一把 应该是很明确的告诉各位 我的法规在未来 在几年的进程之中 我一定要到几个%的产销率率 到什么时间年 我要全面产销率认证 而爸爸吴昆明则认为 有好的猪肉品质 后端运输销售 必须翻转民众的消费习惯 不过面对美猪后关 厂商们又该如何面对 进口猪肉我们应该要用 我们要正面迎对它 但是我觉得法规面 是要清楚标示跟载明 让我们消费者 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政府我也希望说 能把我们台湾的口提议 把它扑杀 让它我们台湾回归会议期 1997年爆发口提议之前 台湾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的 猪肉出口国 一年出口值高达16亿美元 将近500亿台币 2015年只剩下990万美元 唯有政府和业者齐心合作 靠着产销履历 让台湾猪重回国际舞台 TVBN新闻 叶俊宏 吕培军 云林屏东采访报导